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探紧冷知识 在地球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民族和地区 由于彼此之间相聚较远 因此也都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习俗 就像是去过印度旅游的游客 或许就见识过他们的打男人节 由于印度女性一直以来地位都非常低下 因此才会出现这个节日 希望在这个节日 在节日的这一天 男性禁止还手 只允许女性使用各种器具来打 印度女性在这一天也可以好好的出口气 但是相比于日本的这个节日 印度打男人节并不算什么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日本人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 身上可以说是干净整节 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特殊的泥浆节 在这一天里 不管男女老少都会在泥浆里面打滚 和向别人的身上丢泥浆 认为这样不仅可以驱除晦气 同时还能带来好运 并且还能够放松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但是这样的节日 连当地女性都接受不了 而外地人更是无法接受 一天下来之后 每个人的身上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泥浆 女性的话看起来更是狼狈不堪 看起来非常的凌乱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